鬼灭之刃第148话 鬼灭之刃 乱世 水之呼吸 十三之刑 疯 没见过这招啊 以前碰上的水柱没用过呢 炭治郎偷袭 火之神 神月 烈日红镜 消失不见 炭治郎很快就感知到背后 继续使用火之神 神月 换日 水之呼吸 二之刑 水车 一窝坐手臂切断的瞬间 又自动安装 吊转水车 炭治郎用火之神 神月 火舞 砍脚 破坏沙 脚势 观仙哥 炭治郎用刀接住 鼻血喷涌而出 炭治郎擦了一下 是擦伤吗 才擦伤一点 威力就如此强大 漂亮 酒精锻炼的剑技太棒了 报上名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记下来 我没有什么需要报给鬼的名字 我不喜欢说话 别跟我搭枪 是吗 你不喜欢说话吗 我喜欢 多少次我都会问出你的名字 破坏沙 脚势 流闪群光 毕勇被踢飞出去 不见人影 一窝坐凑到跟前 是吗 那家伙叫一窝吗 火之神 神月 破坏沙 鬼心八重心 啄骨炎阳 炭治郎始终不敌一窝坐 但一窝坐对炭治郎的表现赞赏有加 动作不错 短时间内居然能锻炼到这个程度 夸夸你吧 话说回来 杏兽狼真是干得不错吗 那完倒在地上的你 完全就是弱者杂草罢了 但是如何 现在的你 有了令人逃目的长进 我是纯粹的开心哈 雀跃 杏兽狼那晚死掉真是太好了 不然 可能今后也不会变得更强 仍旧是人类的样子 还带着让人痛心的无聊价值观 炭治郎想起了炼狱先生一家 你说什么 你给我闭嘴 不准说炼狱先生 为什么 是在称赞他 称赞你和杏兽狼 炭治郎不这么认为 你只是在侮辱他 对谁都只是在吐口水 误会了呀 炭治郎 我讨厌的只有弱者 我只朝弱者吐口水 没错 看到弱者就恶心反胃 被淘汰是自然的道理 炭治郎纠正道 你说的全是错的 你现在在那里就是正面 出生的时候 大家都是弱小的婴孩 没有人帮助就活不下去 你也是一样 一窝座 你可能没有记忆 但是婴孩时的你 肯定受了人保护 被人帮助过才活到现在的 强者要保护帮助弱者 然后弱者变强 再保护帮助比自己更弱的人 这才是自然的道理 一窝座 我不会原谅你的想法 也绝不再让你肆意妄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